安卓和iOS的差距还有多大 未来的投资前景在哪里 大家好 欢迎观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GoMarkets处理分析师宁有源 在我们的印象中 苹果自2010年后一直都是手机的扛把子 但和现在不一样的是 曾经的手机都是在追求坚固的手机机身 过瘾的通话质量 还有不错的性价比道路上走得非常远 在当时最强的手机莫过于诺基亚 可以用来敲核桃的机身 地下停车场可以打电话的通话质量 傲视群雄 然而自当年iPhone4的出现 改变了世界手机的格局 乔布斯的大胆尝试打破了常规思路 电话不仅仅是用来通讯 还可以用来娱乐 用来创作 多种各样的APP出现 迅速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 就好像当时的Windows系统 打败了之前所有的电脑操作系统 开始了新的洗牌 正因为此次变革 使得苹果公司开始崛起 成为全球顶尖的科技公司之一 社会安卓阵营 自2010年起 就一直开始追赶iOS的脚步 无论是从设计软件 硬件方面来说 iOS都压安卓阵营一头 苹果的处理器更是一记绝成 前些年 安卓端连苹果的车尾灯都看不到 然而到了2022年的年底 这些成就的观念 也在逐渐发生改变 在2022年 搭载着A16芯片的iPhone14手机现实 比起上代GUBA的A15芯片来说 无论是性能还是功耗 都没有很大的进步 反而让世人看到了曾经英特尔的传统艺能 挤压高 在这样的背景下 安卓阵营肯定要抓住机会 能拉近一点距离 是一点 毕竟iOS的A15和A14 可以是让安卓端强到仰望的存在 首先跳出来的是发哥 连发科的天玑9200 从CPU部分来看 9200的理论性能已经是超过A14处理器 可喜可恶 然而在GPU测试中 追赶多年之后 安卓中英终于是在GPU性能上首次超过了iOS 而且是较大幅度的领先了苹果端 虽然天玑9200在功耗上做的并不是很好 但是超了就是超了嘛 其次就是目前的第二代 骁龙8处理器 那么在CPU测试中 单核虽然还有一些差距 但是多额性能已经超过了A15 换到GPU部分 第二代骁龙8的性能 打平天玑9200 并且远超A15和A16 简直是无敌怪兽 更值得一提的是 其峰值性能功耗 要比天玑9200低了不少 能效比MAX 在年底 我已经感受到了库克 来自安卓阵营的压力了 市场份额方面 自2020年起 三星的市场份额一直处于20%左右 苹果市场份额在11%到22%浮动 性价比之王小米的份额在13%左右 总体来说 目前市场份额 安卓端还是占据较大的优势 其主要原因 我认为如下 首先是安卓端的性价比较比苹果高 苹果的高价让很多人望而劝步 其次就是安卓端有着更多选择 比如游戏手机 工作手机 拍照手机等等 选择的可能性更多 最后就是在目前的美国加息进行中 美元高距不下情况下 其他国家购买高端的苹果产品的欲望 将会大大降低 因此 在2022年的最后 安卓端的处理器和苹果的差距 已经在越来越小 从千机9200到第二代骁龙8 在芯片战争打响的同时 科技端的发展 近年将会越来越快 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 也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机会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点赞 转发 加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GoMarket 在线交易 首选券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